中西文化 故事講中西文化 一個鴛鴦的歷史 是一個以前英國時期的一個遺物 就講一個住香港的一個人 他會有機會出國 還有一個住在香港的 愛國的一個老師 他在這裡的經歷 挺有趣的一個文化的衝擊 拍的時候應該是五月幾六月左右 今年嗎? 是呀 很最近才拍 所以都沒有預計到他 很快 沒有預計到這幾個月裡面 轉變會這麼大 我們很棒 因為去了很多 香港的一些 挺有特色的餐廳 或者一些 挺代表香港的一些地方去拍攝 但你會不會在一些主流的戲碗上出出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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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影響 什麼都影響 剛才我剛剛在銅鑼灣出來的時候 都 因為心都掛 今天很多事情在銅鑼灣發生 有維園有些集會 有些防暴趨港 都 叫大家進去戲院看一套戲 其實都很難 是呀 所以都 沒有什麼所謂 其實拍了會覺得是一個紀錄 一個紀念 你現在一直想不想看 報道 報道 要啊要啊 每個星期一都要 每個星期一 每個星期一 正式會上 十二月中 那你有沒有說現在有什麼地方 我不會去立法會附近 立法會附近的一個範圍 其他都可以 又沒有宵禁 沒有其他事情 所以其他的 維關集會 你自己都很支持 嗯 嗯 儘量 因為我們在戲裡面都 即是我們是兄弟 但是我們其實是 叫做母不良的 然後 然後 那個戲就是說我們有一夜之間 其實有一個很真摯的對話 所以 我們要為求那個 即是有個隔望在這裡 就自己不太說話 在現場也不太說話 是 深水埗牌 是 在深水埗一間 都很 很久歷史的 很久歷史的玩具店裏 是 所以很有 很有回憶的 我們自己在裡面拍的時候 是 很多以前的玩具 還有 新生舊舊 你會見到其實裡面的玩具 都見證著所有歷史的變遷 我自己就 從小的時候 都是 打機多了 已經是 已經開始是 已經是 已經是電子年代了 所以 反而拍了 所以是有時候 拍戲就是 可以在這樣的時候 了解回 原來 以前是這樣 或者我們這次 這麼本土的 氣息這麼重的 一個短片的時候 又可以自己 回味一些 原來自己沒有經歷過的 一些時代 都不給我 你們 都不給我 很久了